大家好,我杨风,今天我们要说一个,过去非常热门的议题, 然后在一个星期前,这个议题又再度引人注目, 美国国务卿Mike Pompeo,一个星期前提出了一个说法, 要在全球筹组民主联盟,来共同对抗中国, 并且Pompeo还呼吁俄罗斯,参与美国的阵营, 美国愿意与俄罗斯合作,共同对付中国。 川普上任以来,这几年当中,除了和中国打贸易战之外, 和俄国也有许多冲突,在中东,尤其是在叙利亚的内战问题上, 美俄有好几回的军事对抗,怎么一下子,美国就转过头来, 希望可以和俄国合作,一起来对付中国。 这下子,我们就等要把时空,拉回到2017年1月的时候, 那时候,川普刚上任,雄心勃勃, 再加上,在美国总统选举的时候,总是有这么一个谣传, 这个谣传说,俄罗斯在美国总统选举的时候,暗中帮助川普竞选, 让川普成功地大败了竞争对手希拉里,夺得了总统选举的宝座。 这个说法,到今天还是有很多人相信,这就是所谓的通俄门。 再加上,川普他个人,对普京颇有好感。 于是,许多国际上的战略观察家,就认为说, 川普可能会在他的任内,与俄国重修就好,然后一起来对付中国。 这就是当时联俄制中的时空背景。 连台湾知名的电视政论评论家陈文倩,也都赞同这样的说法。 陈文倩在他的节目中,邀请了几位学者专家,一起来讨论。 陈文倩坚持说,美国会联俄制中,所以中国要小心。 当时杨峰还没有做YouTube的节目,只是把心中的想法,和一些记者朋友们分享。 现在,杨峰在这里,驳斥那些联俄制中的看法。 2017年的时候,美国想要联俄制中,不可能。 现在,美国想要再次的联俄制中,也是一样困难重重。 我们先来借进一下历史。 从15、16世纪,一直到二次世界大战之前。 这段时期,是大航海的殖民帝国主义时期。 在这段时期的殖民帝国,或者我们说,列强。 当他们在海外,有利益纠纷的时候,如果不打仗,就得要坐下来协商,甚至于利益的分章。 这在过去的列强时代,是时空关键的事情。 但是,到了今天这个时代,尤其是苏联解体之后,美国是一超独霸,美国的国力,远远凌驾于其他国家之上。 美国几乎,不与其他国家协商。 但是,问题来了,如果美国可以强大到,什么事情都可以自己来做决定,自己搞定,那也就罢了。 但是,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有些国际上的事情,就会出现自爱难行的情况。 美国想要联俄制中,会遇到三个大难题。 第一个是信任问题,俄国并不信任美国。 这又可以分成两个阶段来说。 第一个阶段,是发生在苏联末期。 1988年,苏联的经济开始恶化。 1990年,苏联的经济下跌了将近9.5%。 这一年,正好是苏联政治体制转型的一年。 戈巴乔峰,被民选为苏联的第一任总统。 到了1991年,苏联经济下跌15%。 这是经济大萧条的情况。 苏联的经济下跌,物价上涨,民生物资极度缺乏。 苏联怎么可能会受得了,于是就要寻求解决的办法。 当时大家商量,包括戈巴乔夫,还有俄罗斯总统叶利钦。 这些党政的要角,坐在一起商量,决定,要采取西方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 也就是后来著名的休克疗法。 台湾的新闻界,称之为震荡疗法。 所谓的休克疗法,顾名思义,就是非常激进的手段。 从1990年8月实施,搞到最后,苏联真的是休克了。 苏联的经济持续败坏,生产力下降,物价接连上涨,社会动荡。 1991年12月25号,戈巴乔夫辞去了总统的职位,第二天,苏联正式解体。 戈巴乔夫是苏联第一任总统,也是最后一任的总统。 并且,苏联的15个加盟共和国,因此而分崩离析。 不过还好,总算是和平落幕,并没有发生战争。 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继承了苏联大部分的领土,以及产业。 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继续休克了法的路线,结局有什么不同呢? 一样,都很惨。 从1992年算起,一直到1999年,俄罗斯的经济是一路下滑,其中还有两位数的下跌。 按照购买力价格计算,1992年,俄罗斯的GDP,用现金美元汇率来计算,是4600亿美元。 到了1999年,是1960亿美元,下跌幅度将近60%。 俄罗斯这么大的一个国家,熊聚在北半球,就在八年的时光,经济下跌了一塌糊涂。 俄国从一个超级大国,瞬间掉了下来。 但是,说实在的,这也不能够完全怪西方国家,这是俄罗斯人自己选择的道路。 因为休克了法,虽然说之前在南美的玻利维亚也实施过,并且看起来还算成功。 但是,俄罗斯可以不采信西方的自由经济理论。 俄国有170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1亿4800万的人口。 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怎么可以跟玻利维亚这样的一个小国一样,采取这种激进的休克疗法。 所以,俄罗斯这么大的国家,是自己愿意去当人家的白老鼠。 但是,问题是出在于,当时戈巴乔夫和叶利钦都有跟西方商谈过,得到西方国家的支持,才会放手,去大胆改革。 但是,当苏联和之后的俄罗斯,在面临经济困难的时候,几次想要跟西方国家求援,要借钱。 包括当时所谓的G7国家,后来又跟英国、德国和美国,想要跟他们借钱,但是都被拒绝了。 这就是俄国人恨的地方。 所以,俄国人把苏联解体,还有经济大幅下滑,让俄罗斯的经济变成了二三流的国家, 这两笔账,都算到美国人的头上。 这是他们认为,中了美国人的计谋。 这是第一点。 俄国对美国的第二个不信任,是北约的东扩。 苏联解体之后,将近20年的时间,北约总共有三次往东边扩展。 新加坡的国家,几乎都是前苏联时期的加盟共和国,或者是受苏联控制的国家。 其实那时候,苏联和后来的俄罗斯,与西方国家有一个默契。 当时苏联,俄罗斯在进行改革,往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靠路。 但是希望,原先的加盟共和国,和前苏联控制的国家,能够保持中立,不要加入北约。 至少是俄罗斯,希望在面对北约的时候,中间能够有一个缓冲地带。 所以那阵子,东西得顺利的统一。 这是在1990年10月。 然后,所谓的波罗底海三小国,爱萨尼亚,拉脱维亚,还有立陶宛。 也在1991年,公民投票,成功独立。 这些都是在当时所谓的默契之下,或者说,是在俄国人自认为的默契之下,所完成的。 可是,北约持续东扩。 1999年,北约接纳了波兰,匈牙利,还有捷克这三个国家,成为新的成员国。 这是第一轮的东扩。 2004年,北约又接纳了爱萨尼亚,拉脱维亚,还有立陶宛,以及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这七个国家。 这是第二轮的东扩。 2009年,又让阿尔巴尼亚和克罗底亚,也加入了北约的组织。 这是第三轮的东扩。 最后,连乌克兰也想要加入北约。 这时候,俄罗斯觉得说,受不了。 北约这个全球最大的军事组织,都跑到自家门口边了。 再不出手,国家安全就有问题了。 于是,俄国就吞并了克里米亚,这是2014年的时候。 所以,俄国认为说,连续两次上了美国人的当,很难再相信美国。 这就跟1950年的朝鲜战争一样。 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队,跨过了38度线。 中国那时候,觉得大受威胁,都要达到鸭绿江了。 再过来,就是中国的东北。 于是,中国正式出兵,掀起了所谓的中国抗美援朝战争。 所以,美国想要联合至终。 第二个难题是,美国拿什么来跟俄国利益交换? 俄罗斯不是简单的国家。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满清政府战败。 当时的俄国,不费一兵一卒。 借着与日本调停的机会,就拿到了中国东北巨大的利益。 像俄罗斯这样精明的国家,是不会白干的。 俄国吞兵了克里米亚之后,美俄两国交恶。 俄国又在第二年,2015年9月,出兵叙利亚,帮助叙利亚的政府军,打击反叛军。 美俄两国在中东军事对立,可以说是翻面的。 2017年,川普上台,除非川普承认俄国对克里米亚的主权, 并且和欧盟一起撤销对俄国的制裁。 否则的话,俄国不可能和美国联手,来对付中国。 但是,美国也不愿意承认俄国对克里米亚的主权。 因此,所谓的联俄至终,就只是一些政治人物的空想。 这是一厢情略的想法。 联合至终,第三个难题是,美国本身的问题。 美国人到现在,一直没有妄怀于美苏冷战, 一直都把俄罗斯人当作是最大的敌人。 所以,川普上台之后,民主党一直穷追猛打川普的通俄门。 2017年,2018年,这两年,只要每天打开CNN的新闻频道, 都在播放通俄门的进展,从来就没有放弃过。 所以,坦白说,联俄至终,还真的是一招好棋,是一招好招。 但是,美国人对川普通俄门的穷追猛打,联俄至终,根本就行不通。 有人说,俄国肯定不会想要看到一个强大的中国, 生怕西伯利亚的领土,终有一天,会被中国人给拿回去。 这个说法有道理,但是不会是目前俄罗斯的考量。 因为俄国人非常清楚,一旦中国被美国打趴了,下一个就是俄国。 其实,2014年的时候,美国因为俄国吞并了克里米亚,就制裁俄罗斯。 这等于是,把俄国给推向中国的怀抱。 美国和欧盟一起制裁俄罗斯,当时的中国,可以说是大喜过望。 这就是中俄两国抱团取暖的背景和由来。 那么,如果明年,换成是民主党的总统上台呢? 这个情况,会不会有所改变?联俄至终的可能性,会不会增高? 其实,就算是拜登当总统,一样得要面临我们刚刚所讲的三个难题。 美国可以改变对俄罗斯的看法,不再把俄国当成是最大的敌人。 美国可以让中国取而代之,让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 也就是现在目前这个样子。 但是,俄国对美国的疑虑,不会轻易改变的。 这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几个原因。 俄国眼看着,美国现在对付中国的激烈程度。 再想想当初,美国是如何对付俄国的。 再加上,如果中国真的倒下了,俄国就会成为下一个目标。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俄国是不会轻易答应的。 美国的问题是,没有一个长久一致的战略。 美国今天对付俄罗斯,明天对付中国, 然后今天跟欧盟国家和韩国、日本加增钢铁和铝的关税。 到了明天,又转头,跟中国打贸易战。 然后后天,又要加增欧洲的汽车关税。 这20年来的美国,缺乏伟大的战略家。 和基辛吉那时候比起来,在全球的战略眼光上,相差甚多。 听说川普刚上台的时候,还曾经拜访过,请教过基辛格。 但是,看看现在的美国国务卿Pompeo,真的无法跟那时候的基辛格来相比。 同时,美国,也是对于自己在全球一操独霸的地位,有点过于自满。 认为自己可以针对多个目标,来同时开打。 不需要盟国的协助,这就是美国的盲点。 因为美国坚持着美国优先的政策。 不管是盟国,还是中国俄罗斯,几乎都是一视同仁,都打贸易战。 上一期节目,有关美国把中国踢出SWIFT,这个外汇交易系统。 我们提到了,美国拥有美元霸权,但是中国拥有什么呢? 中国拿什么,来抗衡美国的金融制裁? 我们列举了很详细的推理,请大家不要错过上一期的节目。 目前,YouTube给我们频道的流量,这一两个月来,通胀只有前面的12个小时。 12个小时过后,流量就小了很多。 所以,杨风呼吁,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一定要订阅,并且打开视频右下方的小铃铛。 让小铃铛来通知您,杨风有新的节目。 国际局势,大国博弈,请看风云天下,杨风时评。 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我会来订阅您的节目。 您的节目。 您的节目。 您的节目。